《原来的园有力》 欢迎回来《沿途有力》 Metha这幻节会讲讲几神秘的话题 我未接触过 我是有点紧张 就是会讲一下泰国的古曼童 当然要请到一位专家要跟我们去讲一下 去解释一下 很欢迎来自度假狐仙法派的黎二明师傅 跟我们讲解一下泰国古曼童大截备 多谢黎师傅 今天也专程带了一些泰国古曼童 给我们开开眼界 不过我都没接触过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的 可否说一下古曼童究竟是什么 古曼童其实是大妻子 懷孕了三个月之后 或者到那些小孩出世之后十岁之内 三个月怀孕期至十岁 而是自然死的 死了之后 当她怀孕了死了之后 四个月 那些人通常拿去胎 然后放在这里 拜 供奉她 供奉她 那就是古曼童 那些鬼仔 中国叫养鬼 中国叫养鬼仔 泰国有个名字 古曼童 但是古曼童已经是灵童 通常养鬼 通常养鬼就是 就这样拿个 骷髅骨回来拜 叫养鬼 但是经过了泰国的法师 那些阿赞 或者和尚 他一请回来 下了法之后 他就变成了灵童 叫古曼童 古曼童 古曼童 就是古曼例 就是女 中国一样的 有养鬼 有养灵童 他养的灵童 就是茅山师傅 女生师傅 什么派别的师傅 他请回来 用符法去练过之后 或者用柳木 去挑个人形 去练过之后 就变成灵童 那为什么要养古曼童呢 养古曼童 第一 其实他留了铲 很可怜 因为他就这样 周街 吃了他 在山头野 很可怜 他就未到来回国 那来说 那些法师 就请了回来之后 就给一些善讯 就带回家 供奉 供奉之下 就等于 我们现在人 在世间上 去领养孤儿 回来养 其实是即可欣得的 是好事来的 好事 如果不是 例如 自然流产了的 寶寶死了 其实就变成了 孤魂野鬼 是的 所以有些人 就会收养他 是不是养育他 可以成人呢 是的 好像现在 这些 小孩 这些比较小 这些比较大 其实他会慢慢大 其实这些回来的时候 十八年前 在泰国 我自己亲自和赞法师 就请回来 嗯 醒了很多 亲自就带他回来 他现在十八年后 你当他那时 只有一两岁 因为十八年后 都二十岁 他会很大的 青年来的 是的 他会慢慢慢慢高 看到他 那个象也可以这么小 是的 是象 就是一个妻生之所 会当是 一个衣服的 这种只是妻生之所 因为他没有头发 也没有指甲 没有拖在里面 没有骨 有些是有骨 有骨的 有骨的 我们现代都说 有DNA 是 那些走不掉了 那些发力大一点 和会听话一点 哦 因为这些 你控制不了他 他喜欢走了去 走了去 不回来 他还皮一点 不听你的话 他就走了 你都没有去扶了 没有去扶了 但是有骨 有头发 有DNA 追到他 他走不掉 所以 就是供奉这股孟童呢 用途是可以是怎样的呢 就是 养他们回来 养育他们成人之外 那还有些什么 即职音德之外呢 就是说 世间的人 都是在求这个 生活的 那有些 用来养他 放他在家 就是说 养育 供奉他 那来说 就是保护家里的人 那有些人 守护神 进来偷东西 把劫 真的 当然 有些人 好泰国很多 东南亚 还供奉古曼童在这里 接着自己去做事 就放下老婆 女儿在家 其实很危险 你知道 被人入屋打劫 因为是劫财 不知道劫什么 那来说 古曼童 可以令到 可能贊 看不到这间屋 看不到这间屋 看不到那间屋 法力可以这么大 是的 插着眼睛 连这么大的屋 都可以看不到 看不到 或者看到这间屋 又残又旧 鬼屋那样都是走 这间屋都没有 进去没有东西 又不光顾它 或者进去 明明看到他老婆 子女在睡觉 都不知道 拆进来 但他会令到你看不到 他在床上 睡了两个人 看不到 这么特别的 有些人的用法 就像玻璃盖 手门口 或者护卫 如果你说 古曼童 如果有一只狗 来计 他比一只狗 很多狗 还比神犬 对 而且如果做生意 这个是保护家人 如果做生意的人 就是说 我现在卖衣服 我现在铺铛那里 我想生意好一点 想生意好一点 那你就请古曼童 在那里拜 拜 那些客人 就多些客人 来看你的衣服 买 但你也要货真价实 不可以欺骗人 那些不可以欺骗人 欺骗人 你会有报应 所以就要善用古曼童 不是利用他们 而获得一些不应该的不义之财 是 就要搞清楚 古曼童等于我们的小孩 他八岁 他什么都不懂 你叫他小小人偷野 也可以 你不能这样做 你要教导它的正途 古曼童一样 你要教导它 如何走正途 就不能教她如何偷握拐骗 是,对的,这个很正确的一方面 古曼彤有没有分别的种类呢? 譬如你刚才所说,有些是请她进去公仔里的 有些就直接有骨那种 类别是怎样分的呢? 如果最大法力的,最能控制古曼彤的 当然是一个人胎 人胎? 或者是一个人的骨 当个小孩七岁,他天花病死了 自然病死的 那你有个鞋骨的嘛 你的鞋骨放在那里拜 有个法师落了法 在那里拜,念经 这个法力是最强的 不是就拿截骨 有些就拿截骨 有些中国式就拿截骨 任由你拿 因为截骨有DNA 也可以控制它 亦可以带,比较好 有些就说拿衣服很多 池带也可以 池带血的池带 池带也可以 DNA也可以 头发也可以 指甲也可以 这些已经是可能 世间上法律不得了 那些人就用棺材木 有棺材 一个小孩死了 八岁就撞下来 有棺材 那些丝在里面会溶化 有血水的 那就拿棺材的木 去挑成一个公仔 这样用棺材木做的棺木 有他的灵气 那个人有效力好不好 也好 因为他有他的血 有DNA 你一样验到的 这些 有什么材料 再低一点的就是 这些就是 其实在泰国 你去那些集货店 门口全部有得卖的 蛤? 有古曼童专用公仔? 是的 没有所谓 什么公仔都可以 就这样 但它是专用的 专用是 专用来 供奉古曼童的公仔 就是我自己在泰国的街边 那些集货店 就买了 哪个漂亮 买了 然后拿去给那些 泰国法师阿赞 就开锅 所以这些有白色 这些是阿赞开锅 那白色是什么来的? 就是等于我们中国 我们道教里面 用珠沙用鸡冠血开锅 不过他用白色 就像他法力辣 是的 因为他有别人的门派的做法 各司各方 大家不同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下面这些就是他的名字 这些就是他的名字 有个名字 有个名字 那些是泰国名字 但回到来 可以自己和他改名字 任你叫什么名字 阿财也可以 和他改名字 即是中文名字 他也会听 是的 英文名字他也会听 也可以 法国名字 因为他也是跟着主人 主人给他什么 他就接收什么 是的 现在这个 古饭童 多数都是公仔的造型 或者是说有一个人胎 那是不是很邪门 那又不是很邪门 因为清明节 从阳节 或者我们现在的 御兰节 鬼节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拜 什么好心知肚明 是的 那我来说 你说拜的那些就是邪门 那其实我们各个都做 阿妈又做阿妈又做 阿妈又做 阿妈又教 一直教我 我就不断做 其实不邪门的 总之我们世间上 所有的灵界 都是大家应该和督地相处 不可以小看他 嗯 我觉得 所以养古曼童 养鬼 如果是用在正途的 循循是有 道他向正途的 这个只是收养一个小孩 孤儿回来 教导他 做一个好人 师傅刚才说到 这个收养古曼童 供奉他 是帮助求财之外 除了求财 还可以求什么 那可以求恩怨的 恩怨都可以 怎么帮你 恩怨都可以 恩怨都可以 恩怨不是靠自己 去追女朋友回来的吗 第一来说 一命二混三风水 是 第一来说你的命 八字好没有 如果你八字好的 桃花多的 宫杀又旺的 大把男朋友的 那来说 当然没问题 如果有些人 他那个八字 他那个 夫妻的 那些 问题 有些问题 有些阻滞 那就用古曼童 去帮他 帮他 那是怎么帮他 那如果他 喜欢这个男孩 他就可以 就是上香给他 古曼童的时候 跟他说 那个男孩住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我很喜欢他 但是他为什么 好像当我没有表示 你可不可以 让他跟我聊聊天 那应该是突进第一步 人家都不跟你聊天 是吧 或者他过来跟我聊天 那我应该是突进第一步 那我才可以 有个女孩 通常是矜持的 难道走过去对面 跟他聊天 是吧 那他过来跟你聊天 那你就可以跟他聊 那有空去吃饭 不如今晚有空去吃饭 那其实恩怨 就一定要有开始 嗯 所以古曼童帮你约个男孩 不是的 他会叫他 眉形中叫他过来 跟你聊天 嗨 那样 啊 梦中叫个男孩过去 是 他会无故地过来 走过你那里 可能是同事 平时隐形的 他走过来 那你就嗨 那大家知道 那个缘分就开始了 就是心中有些事情好像未做 看到你又好像挺醒神 那自动自觉 就跟你踏出第一步了 那就是当中 古曼童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 对 仰鬼其实很厉害 嗯 如果你有骨的那些 那些法师练完之后 直接可以迷到他见他过来 那就变成了办事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通常我们做法师 就由男人来求我们 说喜欢那个女孩 通常都会勉弹的 嗯 就没有 就是这么便宜 师父也不准 对 对 对 女人都不错 因为女人 女孩子就比较了 就是不会心态这么差 有时男人真的会 见到每个女性 美女都不错 对 女人便不会 真的会真心爱她 真的很真心喜欢她 所以师父也会 着情处理 你不存心的好 男人通常都不會叫他你回家 師傅遇得多 女人就會幫忙 但是幫了之後 你看到的個案都可以有很好的因緣發展 不是的 其實你的命中有罪有 沒有只是幫幫 或者你根本上是跟他有緣 對面這條橋斷了 過不了河 搭不了路 他幫了你過河便可以做 這樣便可以結婚 即是有一個微妙的關係 幫你牽一條紅線 牽不牽到的其實都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除了這個因緣可以幫到之外 還有多數養古曼彤都是生意人 還有哪一類人都會比較喜歡養古曼彤 做我們這行 做你們這行 法師 法師 法師或是做緣行 算命風水看照 那些 所以有些人 有些法師 為甚麼有些看照的算命的人 你一進來 你甚麼都不說 生客來的 撞過來的 不是說你的朋友介紹來 你的朋友介紹來可能 他也說了你的話給我聽 你一進來 他就會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你第一個男孩要懂甚麼 那你一進來一坐下來 我就跟你說這件事 那你說這個師父才是厲害 然後會光顧他 甚至 你 沒有 有些人